Hello 大家好 我是魚爸 今天我是來這裡做什麼呢 就是很明顯啦 不用說啦 介意參加我們澳門的科舉 即是政府430的統一考試的情況 我稍後會進去後患那間學校的學校 聽完時間就是過半小時 聽剛才余太太剛剛考完的情況 她就說都算不太難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落校的 完全被找過就沒有看過任何資料 看看待會兒出來的情況是怎樣 希望合格啦 OK啦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剛剛考完科舉出來 裡面有60題目 難不難呢 我又覺得相對來說不是太難的 有五題的法律題 接著有一系列的長文章的理解 大概有一部份是一些短文章 大概幾十字至一百字之間的 一些閱讀理解題目 接著長文章大概兩百多字 應該我不會記錯那個情況 也都有一些落出題目的 也都有一些字形題目的 例如哪些圖案 會哪些圖案 諸如此類這些情況 我覺得整個做的時長不是很久 我用的時間 我應該在這間學校裡 第一個出來 我12點零五分開考 我剛才1點零五分就出來了 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都是那句 拿考 可能這個世界上 就是有些人 考試 有些人就是憑實力 有些人就是憑視力 我就憑想像力 這個情況 剛才也有一個奇聞 就是跟我就快交件 到最後一題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個考生電話響 就是鬧鐘響 不是人家的電話 但因為監校的監校官 其實一開始已經說了我要關電話 所以我都看到監校官過去 跟他談了一些事情之後 也有抹下登記 所以要提醒 如果日後真是各位觀眾 你要考這些公開考試 或者這些情況之後 記得一定要關閉我們的向下裝置 電話關掉 其實那段時間 你不用電話 先關掉它 這個情況 第二件事 大家都很好奇地問我 我考這個 是否為了做政府工 其實不是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科具考完之後 其實就是 只不過是一個有政府工的門檻 之後還會有個專業能力士 即是他開資料有的 才會有得考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新任特首他們說的 我們的政府工會員 已經到了天花板 你怎麼可以由這個天花板突破上去呢 所以現在要有政府工做事是困難的 現在上來 漁巴也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所以一件事的話就是 我真的想考一下 想試一下 感覺一件事自己 不知道會否合格 希望合格 麻煩各位觀眾 為我加持一下這個幸運 希望我注重這件事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過幾天就會出現 拜拜